今天我们从Stop Ace and Hay这个活动来聊一聊亚裔美国人的历史 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呢 现在亚裔仇恨犯罪事件是越来越多了 经常有一些老人被推倒啊 年轻人被无缘无故的暴打呀 但是导火索呢 是因为亚特兰大按摩院的枪击事件 死了八个人 有六个人都是亚裔 所以在这之后呢 游行示威活动 最大规模的一次在纽约布鲁克林大桥 据说能有三万人来参加这个活动 对华人来说是两百年来的第一次 现在很多人出门都随身带着胡椒盆雾 夏威夷州的日益参议员 他自己也说他以前出门都是带着耳机听音乐呀 但是现在他也不敢了 必须要时刻注意身边人的一举一动 现在亚裔从平民百姓到政治人物都站出来 为亚裔在历史上遭受的不公而发声 来争取自己本应该有的权益 说到这个亚裔歧视啊 现在很多人都说 就是因为前总统说什么 中国病毒啊 功夫病毒啊 但其实这个歧视在历史上一直都存在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亚裔美国人的历史 咱们来看一看啊 来看看为什么会受到这种歧视 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说到亚裔美国人的历史啊 就得从华人来修铁路做矿工开始了 现在我就想问一下啊 这个华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来到美国呢 因为当时的清政府不是不允许百姓出国吗 清政府也不是不允许百姓出国 是看到什么时候 其实有记载以来最早的华人来美国 是在1785四个水手被美国人雇物到美国来重视这个工作 后来有记载说四个水手吧 要求美国政府把他们送回中国 但后来这记载就断了 所以说一般说来我华人来到美国 开始多起来的时候 就是在1840年代的时候 加州淘金热 那个时候来了一批人淘金啊 然后挖矿啊 后来就因为美国在修横观大陆的铁路嘛 来了一批华人去修铁路 这个时候就是华人呢也来了一些 但你不能说它是大规模的移民潮 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大规模的来呢 就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签订了一个条约 这个条约是第二次鸭片战争结束之后 中美天津条约俱征条约 也叫普安城条约 这个条约其中有一项就是 中美两国的人民可以自由往来自由移民 建议学校啊留学生啊什么都可以 所以有了这个条约做基础呢 它来去自由了 它来的也就多了 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下过来的 这个时候就大批量的那个华人就过来了 对对对 在这个历史上其实还是华人来美国 在亚洲方面还是华人来的算是早了 对吧 那么咱不都是知道吗 华人在修铁路的时候 干的是最辛苦的工作 拿的是最低的工资 东西铁路贯通的时候 当时有一张照片 但是那张照片上 一个亚裔面部都没有 但是其实主要这个铁路是谁干的呢 还是只有这些华工干的 然后他们也死了很多人 因为当时的地理环境啊特别不好 还有人是冬天在雪山啊什么的 还有又炸那个山啊什么的 也死了不少人 然后他们的薪资待遇还低 挺不公平的嘛 就是说当时歧视从这时候就开始了 就比如说1871年有一个特别有名的 华裔大屠杀事件 两伙华人打架 但是当时误杀了一个白人 这个白人是当时路过误杀的 结果呢就是有超过500个白人 袭击了这个华人这个村落 当时有17个华人都被私刑处死 不是判刑的 是私刑处死 并且把他们的尸体都挂在公共场合下撕中了 这个事之后没有一个白人被判刑 就像这种动了私刑这种大屠杀 之后还有好多次啊 然后慢慢的发展 就时间到了1882年的时候 美国就通过了一个排华法案 那么我现在想知道 就是这个排华法案 是在什么情况下有的 华工移民来的 开始工作的时候 他们已经受到歧视 华人呢他工作吧 他忘死了干活 干的又多 又不抱怨 工资又抵 这样就造成了当地的美国人呢 他就没有什么工作了 最开始是淘金的时候 他们排斥那个淘金的人 后来就是修铁路 那他们肯定不修啊 这么艰苦 这么危险 然后工资又这么少 所以说老板呢 都非常喜欢雇华工 这样一雇华工呢 没有人雇当地的白人工人 这样就造成一种 熬资关系的这种破坏 就打破了这种规则 同样出这点钱呢 人家不干你干呢 刚开始为什么就是说 这个排华法案 其实这法案出了很多年 一直没有通过 最开始是因为这些淘金的工人呢 还有是修铁路的工人 他们提供了一大批的税收 作为那个加州政府的一个收入 那个时候就不排华 美国人呢 讨厌滑工 但是呢 他们也 因为这个税收呢 也不排华 但随着这个政府的税收 我达到了一定的数目了 他们就开始排华 所以说从开始排华 到排华法案的出现啊 这一大段时间 滑工是一直被排斥的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工作性 永不抱怨的 忘死了干活 忘死了干活 就举个例子 我抬两块砖 你扛五十块砖 白人怎么可能有工作啊 又因为这个 团层条约的限制 所以说这个排华法案 也迟迟没有通过 但这个期间呢 美国人就想啊 我不是通过不了这个法案吗 那我就找一些别的查 比如说 青少人不都愿意扛贬的吗 买东西 这个它也限制你 不许在街上扛贬的 然后衣着啊 什么习惯的 都要限制他们 那这样的话他们就没办法做生意了 对啊 在这种状态下的话 这些规定都是一些 非常有歧视性的规定 目的呢 就是法案是不能通过 但是我用这种方式呢 让你们知难而退 你们自己就回国了 但他们没想到 就是那个年代 中国人什么苦没吃过呀 这些困难 对他们来说 根本不是困难 你怎么给的出难题 他们也不觉得难 就再怎么困难 他们也会坚持下去 这也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即使是这样 他们依然排不了华 那最终呢 后来这个美国总统就说了 我这个排华法案 我是通过不了 因为我们之前有 普安城条约 他所做的就是 派他的国务卿 去中国 重新修订这个普安城条约 修订之后就把 自由往来的移民 这块就也去掉了 这样的话呢 他再签这个排华法案 就不违规了 所以说这个排华法案 一直到1882年 才签署成功 排华法案签署之后呢 这个吧 他也不是说 完全限制中国人 不能移民美国 他只是说苦力 滑鼓不能来 但是教育界的 什么老师学生啊 商人啊 旅游人啊 这些人还是可以来 但之后 慢慢慢慢发展到 限制越来越多 老师留学生 也不让来了 后来又导致了一些 中国人开始 抵制美货呀 后来又放快了 说你老师学生 也可以来 就是说这个法案 是不断地增加限制 可是这个法案 不是说是十年 但一直延续了六十年 这六十年 是因为当时 这个法案成立的时候 就说每十年 修改一次 到了1892年的时候 就延迟了十年 1904年的时候 就干脆就说 所有排华法案 都无限期延长 算是一个很屈辱的吗 这绝对是一种歧视的法案 但是我现在的眼光 去看那个时候 就觉得坎坷是他 怎么能通过 这么歧视的法案呢 这是太屈辱了 侵犯人权了 但是你要知道 当时的这个 美国的环境是什么样 一地而处吧 就是他的这个法案通过呢 虽然你说 现在人看来说 它是歧视的 但是那个过程呢 它是民主和合法化的 这个排华法案 这是很复杂的过程 这期间 越来越发现 华工是这种性质 美国的资本家 美国老板呢 特别高兴 哎呦我都顾他们好不好 何必顾那些白人呢 又懒 工作效率又低 也把他要求的工资那么多 哎 这事那事的 都罢工 哎 对 所以说就导致 华工他来的人数多 他占领的这个市场份额也多了 然后白人呢 就导致他的领域越来越少 嗯 那这样呢 白人他就要罢工 还有一件事就是 有一个老板呢 他这个餐具公司 原来就是200多个都是白人 嗯 自从华工来的 他把200多个白人 全部辞退 全部固成华工来干 那这件事就导致了 那个白人一起去罢工 然后白人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华工也要跟我们一起来罢工 不然我们罢工就白罢了 嗯 但是华人他们不管那个 争取自己的利益 对 就他们不理解这一点 他们会理解说 要争取自己的权益啊 完全没有这种概念 就是干活 谁给我钱给我干 给多钱都干 只要我能保住这份工作的 什么也不理 其实到现在有一些 到现在也是这样 白人也是这样 白人就说 你这样是我们罢工白罢了 最后他们确实白罢工了 哦 所以说老板雇的 华工越来越多 使得这个矛盾越来越激化 那么就导致了很多暴力行为 大规模用私刑啊 怀文明则有一些 干脆就把华人就压到码头 要把他们投到海里头 甚至把他们驱逐出去 这个时候政府派警察 把他们都拉回来 这拉回来期间 发生了一些暴力冲突 然后又死了很多人 这期间又发生了很多这种事 也导致了排华法案的出台 其实你这么一说啊 有的时候确实挺来气的啊 但你也不得不说 这个排华法案 它还是不对的 排华法案 你从道义上说 它永远是错的 我就讨厌这个人 我拔枪就拔 一枪给他打死 永远都是野蛮的 这个法案可以这么说 它也是野蛮的 它最一个建制 一个种族 一个法案的 这是美国的唯一一个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法案的出台啊 我们从那个年代的人来看啊 他们也为了自己的利益啊 你可以理解 但是它是错误 如果我们是当时的白人啊 你扛50块砖 我10块砖我也扛不了 因为我们来到这里工作 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而不是来卖命的 你搬50块砖 怎么我也要搬50块砖吗 所以我们都觉得 都无法理解这一点 何况当时的那个年代 那些美国人 所以说这个吧 也可以一地而处 双方都是有问题在存在的 所以说只能导致这样的一个法案 这些暴力冲突 但是我觉得吧 当时排华法案 它为什么是排华呢 就因为当时先来 大批量来的也就是华人 对 没有什么别的人 就是因为这个排华法案 出来了之后 华人不能大批量来了 所以其他的亚裔来了 比如说日本人呢 就来了 日本人来了之后 他们发现也一样 但是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法案了 他们也是觉得 你们日本人又抢走我们的工作呀 什么的 一样排他们 说到这个日本人 在历史上不是有一个 特别有名的事件吗 就是集中营事件 这个不就是因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吗 当时其实有很多日本人 他都已经是二代 甚至三代移民 他们连日语都不会说 但是不管你是怎么样 只要你是日语 全都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 这个情况嘛 也是有一个前言后果 日本人已经二代三代移民 完全美国化了 但是呢 从小到大 他们依然受到歧视 这个是事实 言语上的 态度上呢 举个例子 其中有一个日本人 他呢 从出生到成长 都是在美国 后来他大学毕业之后呢 他去找工作 那他很想当一个记者 他就去应聘 聘人家就说了 我不能要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日本人 他不承认你是美国人 即使你是美国人 日裔美国人 他也不承认 说因为你是日本人 所以我们报社不会雇你 说哪怕我做一个 排自房的一个工人也行 不行 跟那美国人就因为你是日本人 就是说得非常明确 他走了一六十三张 去应聘 各个报社 没有一个要他的人 再加上他成长的 这些经历 他非常绝望 这个时候 这样赶上了这个日本呢 为了扩大战争 招聘一些人来做随军记者 那他就听到这个消息 他就从美国回到日本 然后去当这个随军记者 那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 那美国参战了之后 就发现了有一些日本间谍 就去查这个事 发现确实有一些人 是日本间谍 但是呢 就像我刚才说 这个间谍是怎么产生的 你美国也有责任 对吧 不管怎么说呢 那时候已经查证有间谍 而且咱们要看 那个时候是二战时期 它是特殊时期 就美国那个意思 就我没有那么大量的时间 经历 人力物力去甄别你 谁是间谍 谁不是间谍 所以说他们就想了一个招 这样把这些日本人 全圈到一个集中营里 同意看管 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间谍的 你也弄不出去情报了 说包括加州 当时的总检查长 我们以后要提到这个人 鄂尔沃伦 还有当时的总统罗斯福 最后罗斯福签署这个法案了 将所有在美的日本人 圈到一个集中营里 我们现在在提到 那个纪录片我们都看到了 就是你会觉得太恐怖了 就像犹太人一样 就跟犹太人那是一样的 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他们 没有受到身体伤 那种伤害 没有说他们死 但是你对于所处的人当中 我们来想 犹太人当时也是这么想 我们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他们那种心态 和犹太人被关键集中营的心态 是一样的 特别恐怖 对人的伤害是一生的影响 后来就是在里根时期 我们应该正视这个历史问题 签署的一个法案 就是正式向日本人道歉 然后赔了16亿美金的赔钱 就赔了这么多钱 可是排华法案 也没有人赔款 没有赔款 但是2009年的时候 加州也正式道歉了 联邦政府最后 也是作为一个正式道歉 说这个法案是错误 排华法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也是废除了 因为那时候 中国和美国是同盟国 你再留着这个法案 那就不好了 因为双方都觉得很尴尬 所以说就废除了 但是在历史上 我觉得特别欣慰的一件事 虽然这个也是建立在歧视的基础上 但是还是依然很欣慰 1969年9月份 菲律宾农工开始罢工 当时菲律宾人 全都是在葡萄园里边做农工 也是干的是最累的活 给的最低的工资 而且他们没有任何的保障 什么医疗保险 退休这些 什么退休 你什么都没有工 然后他们就想 那这样也太不公平了 那我们就一起罢工吧 然后他们商量商量之后 说行 咱们一起罢工 但是这个罢工 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 也许你的家没了 也许你什么没了 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决定 要罢工 罢工之后 这些农场主一看 你们不会罢工吗 行 你们不干 有人干呢 我找墨西哥人干 墨西哥人 我也给他们同样低的工资 然后这些菲律宾人 他就想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不罢工不是失败了吗 就像白人 跟华人这些 这样的话 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就是 我们就不罢工了 我们还也是 还继续拿着最低的工资 干的最苦的活 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 拉着墨西哥人 一起罢工 最终他们选择第二种 拉着墨西哥人 一起罢工 他们就站在葡萄园外边 就是喊他们 说兄弟 加入我们吧 我们一起罢工 然后这些墨西哥人 一听啊 对啊 你给我们这么低的工资 什么都没有 行 我们一起罢工 然后这些墨西哥人 就全都走出来 跟一起罢工 然后呢 他们要选出一个领导吗 因为这个菲律宾领导吧 他不太会说话 但是呢 墨西哥这边有一个领导 口才特别好 所以就让这个墨西哥人 来领导 所以这个罢工的事件 历史上就是 有很多人都觉得 是墨西哥人发起的 但其实不是 是菲律宾人发起的 但他们不光罢工 他们还会发一些传单 给当地的一些百姓 在超市人口 说你看我们 遭受了这些不拱 你们要支持我们 不去买他们的葡萄 百姓一看 确实我们应该支持的 对不 因为白人 他就是爱罢工 他们就全都不去买的 那个葡萄 到最后 这个农场主 没办法了 他的葡萄也卖不出去 这个罢工 一共持续了五年 五年的奋战之后 他们终于成功了 这些农场主 就跟他们签订那个条约 就说给你们什么待遇 什么医疗保险 就什么都有了 你看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结局 按美国游戏规则 争取到自己利益的 典型的好利益 虽然他还是建立在 歧视的基础上 但最起码 结果是好的 现在如果大家都能这样的话 就不至于 不至于你也苦我也苦 对 美国的文化就说 你得去整 这个整不是说 你打我我打死你 暴力上的整 而是说按美国 这个体系规则去整 你能整到 但是你什么也不整 你什么也没有 所以说像菲律宾人 觉得我们华人 也应该学习 这一整套的过程 就是这样的 你看你能整到的东西 就得按这一整套过程来 而不是说 怎么呼吁你一起联合罢工 你也闷头使劲干活 什么也不管 不关心其他的 只要我保住 我自己的工作就行 我不管别人 其实你这样做的话 你自己一点好处没有 你忘死了 你拿罪利的工资 你还影响到别人 因为你已经受到 不公正的待遇 你还要这么做 就是恶性循环 弄的这个结构 越来越差 所以说当时 什么排华法案 所有的什么歧视 它无非有这几个原因 但是这些白人 他们会把这些责任 全推给别人 就是因为你们 自身一点问题没有 他们不去找自己的原因 比如说之后的这些事 在葡萄园罢工的同时 就一直在进行越南战争 越南的难民 就来到美国了 这个时候 大批量的越南人就来了 这些越南人 他们特别擅长补侠 就遭到了这些 3K党的攻击 这些船子 全都被这些人给烧了 之后还有一件事 特别有名 这个陈果仁事件 这个是1982年的事 陈果仁被误认为日本人 因为当时日本的汽车 占领了美国的市场 美国的汽车行业 就萧条了 这两个白人 就以我们的汽车产业 被你们日本人偷走为由 就活活将这个成果人打死了 因为他们这些 他们根本不分什么 日本人 中国人 韩国人 越南人 他们一看 全是一样的 但这个事之后呢 他们被判刑了 但是特别请 一天牢都没做 是缓刑 被罚了3000块钱 就完事了 你看这两件事 这个白人全都是 他自己不检讨自己 把责任全都推给 这些外来的移民 就说外来的移民 抢走了本应该属于他们的东西 他们从来不说是自己的问题 还是说美国的这个立国资本 自由 平等 博爱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们小时候看的 介绍美国文化 他们生活都很富裕 就有房仁 他们生活都很幸福 这是美国梦嘛 说啊那你中国花工 这种恶性竞争 破坏了劳工市场的秩序了 只能他们没有工作了 但是呢 什么事都是两面性的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说 有一句话 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不劳不得 但美国这种文化就是 你不劳他也让你活着 因为你是人嘛 就像老师说的 我们不是说 要一个不平等的 对于老板也好 对于员工来讲 任何一项不平等 它都不是一个平衡 我付出劳动了 我应该和我劳动相称的 这些工资待遇就可以了 但像你说的 他们白人不检讨自己 他们什么也不做 还想要那么高的待遇 这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就像我说的 我搬两块砖 你扛五十块砖 这我没办法跟你比 但事实是 你明明可以搬五块砖 你搬两块砖 对 这对于老板来讲 这个也不是一个平衡 一个健康发展的态势 白人他们不会这么想 总认为 我爸爸是在这个 汽车工厂工作 福利大业这么好 我爸爸退休之后 我来接他这班 然后我儿子呢 也是这样子的 他们也不用上太多的学 也不用太多的技能 还能过这么好的生活 那随着这个时代发展 慢慢慢慢这种领域就少了 比如说你说成果员这个事 他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以前这个迪推的汽车工业 非常发达 福利待遇特别好 一代一代的都在这个工厂里上班 79年时候也发生了 国际石油危机 油价不断上涨 然后美国车又费油 修起来又麻烦又费钱 日本车基本没有什么毛病 又省又经济实惠 所以使得人群就开始买日本车了 这样的话就冲击了美国的汽车产业 冲击了汽车产业的同时 又冲击了汽车产业连带的其他产业 就导致一大批美国这些工人阶级 职业的 就他们想 我们原来有那么好的生活 就因为你日本人坐的汽车 那么又经济实惠车 使得没人买我们的车 所以我们的工厂就倒闭了 他也是这种想法 我们看的纪录片 都有很多美国人就砸着日本车 你说你砸着日本车 你就有工作了吗 对 你正好你没有工作 但他们不会冲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养尊出油惯了 突然有一天让他们一切都没了 他无法接受这个 其实他也不想想你是不是太懒了 他搬五十块车 他也太过分了 他不拿自己当人看耐 你们也太拿自己当人看耐的 你都不是拿自己当人 当祖宗看耐的 对吧 你应该对得起你这份工作的责任 明明能搬八块 你就搬两块 你这个企业怎么往前发展 怎么会有竞争力 你怎么还以后代代都有工作 他们就不这么想 我说好像不太好 但是这是事实 现在很多这样的美国白 他依然这么想 就像咱们看 乡下人在背歌那本书不也是吗 他就把这些人 还是都怪在这些外来移民 对 还有就是政府 政府不作为 你们让移民来 他们都是这么想 所以为什么川普会竞选 其实川普上来 你们又有工作 你们还是没工作 因为你从来不上班 多少年你们都不上班的 对不 找到一个工作 因为咱们不能睡懒觉的 不去 因为咱们不能睡懒觉的 这个工作太辛苦了 我不能去 我这一个村庄 原来就这一千人 生活的都很好 都有工作 慢慢慢慢这些村庄 有了外来的移民 打破了这个村庄的宁静 工作他们又没了 他们就想 我们怎么生活 就回不到过去了 你这个村庄一千人 永远会这一千人吗 你感情想得好的 我还想千万掉个圈子饼呢 它能掉下来吗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它是不可逆性的 他们的思维也不可逆 你就发现 永远那么想 对 对 这个陈古人事件 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 否论犯罪的立法 的推进 但是每走一步 都是要付出点什么 不是白来的 你看当时就是 亚裔跟白人之间 就越来越多的 这个矛盾 可是慢慢的 非裔美国人 和亚裔美国人之间 又产生了矛盾 这个事呢 主要就是 在1991年的时候 一个韩国商店的 老板娘吧 她枪杀了一个 15岁的非裔少女 最后被判 故意杀人罪了 但是法官却 只判了五年的缓刑 也是一天牢都不用做 罚款五百块钱 这事是怎么回事呢 15岁这个小女孩吧 她是去这个店里 买一个 一块七毛九的 一个果汁 她就把这个果汁 放到包里了 她是要拿着钱 去柜台付钱的 但这个老板娘呢 就说这个小女孩 偷的这个果汁 所以她就是 拽着这个小姑娘的衣服 她俩就这么 就死不起来了 果汁就掉地去了 这小女孩就低头 把果汁捡起来 放到这个柜台上 说那我不买还不行吗 她放到柜台上之后 她就走了 这个老板娘 就拿出了一把枪 从那后脑勺 把她给打死了 所以因为这个事 就爆发了 韩国城的骚乱嘛 经过打砸抢杀之后啊 有两千多家 韩国店都被摧毁了 也死了不少人呢 之后呢 就是产生了 非裔与亚裔之间的矛盾了 到八十年代的时候吧 韩国人来到美国吧 他来的比较晚 七十年代后期 还有越来越多的 韩国人来到美国 他们对于美国以前 这段历史发生的事情 他们并不了解 尤其是像黑人民权运动啊 所产生出来的 就是黑人所抗争出来的东西 都是他们用鲜血 争取过来的 韩国人他不知道啊 你明白吗 这个意思 就是他不知道 他不可能感同身受 他理解不了 黑人民权运动之后呢 慢慢慢慢衍生 就这是一个黑人社区 他后来韩国人 又发展自己的经济啊 他们有些有韩国城嘛 又因为城本的考虑 觉得黑人社区那块 地价便宜啊 他们就把商店 都开到那儿去了 但是呢 他们因为他不理解 这个民权运动 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他们对于 黑人的态度非常不好 他们觉得啊 黑人啊 又脏啊 又不上学 又吸毒啊 不好的事全他们干了 所以说他们就有那种 就是激高临下的 非常就是瞧不起你的 那种感觉 这是韩国裔的这些 商店主当中 普遍存在的那种现象 所以说就造成了 这两个族裔当中的 矛盾越来越激化 然后你说的 这个小女孩这个事 就是也是 因为他明明已经没有攻击性 人家已经转身走了 我不满还不行吗 你走出去之后 你一枪给他打死了 这也造成了 就是矛盾的公开化了 黑人组织一大批群体 去含义社区 去抗议 就说你们回你们国家去 会怎么样 所以说这个他是有一个前提 你想啊 林肯解放黑奴宣言 然后开始说奴隶制废除了 但奴隶制废除了 能怎么样 他根本没受过教育 一直当奴隶 他需要一个段时间 很长的一段时间 慢慢去改化 改善这个状态 对吧 所以说韩国人他没有理解 就是他们是怎么能走到这一步的 就是说就是造成了双方的矛盾 但你说这个小女孩这个事件 它导致了大规模的暴乱 这个导火索呢 还不能说是因为这小女孩 这导火索是有另一个件事 就是说在这之前 有四个白人警察 用棍棒打一个黑人 这段视频呢 被媒体播放出去了 那黑人群其二公子 后来请审的时候 四个白人就判无罪释放 这一件事引发了 洛杉矶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其实这个黑人呢 他当时喝酒醉驾 警察呢在后边追他 让他靠边停车 他不停 后来把他拦截 他下车就袭警 把这警察都给打了 那警察可以开枪了 其实 所以当时警察还是比较理智 就是警察就是用电击枪啊 没耗使 没制服他 怎么扣的手扣都扣不来 他就一直反抗 反抗起来他就打警察 他来回来去好几次 这几个警察都制服不了他 你就说他这个人 那个多有利益 而且这个全过程 本来就是被一个摄像头拍下来的 但是这个送到这个媒体的时候 这媒体给剪辑了 就把这一部分 给播到电视上了 至于为什么打他 为什么打他追逐 这一败他都没说那件事 所以说引发当时非常大的 这个黑人的不满情绪 但实际这个12个陪审团 就说我们看的是完整的视频 我们认为这个警察是无罪的 他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接任后来就发现 这个是占检之后的视频 就告诉说以后不要这么播了 播的话又把完整视频播上去 但是其他的媒体 依然用那个占检之后的视频往上发 所以说当时就是不可能不引起暴虐的情绪上来 大部分百姓看到的都是那个受验 黑人觉得我们这被白人歧视 还要被韩国人歧视 最开始第一天那烧洞的时候呢 针对的是白人社区 只是惨重的都是白人 但后来就是就连带这个韩国人 就是因为这个小女孩的事件 把这爆发点一起都燃起来了 最后烧了很多商家 航空的店铺被烧了2200多家 但已经死了63个人 多数都是非美国人 今天讲这个节目 只讲这个事件发生了什么什么 我觉得对于我们亚裔美国人 去理解对外历史没有帮助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把前前后后事件的完整性和背景很重要 他为什么总会这么做 就像我们看四个警察打非美国人 我们不要只看剪辑过 要看它完整 后来在韩国城举行了一场三万多人的聚会 当时是各个族裔的人都来参加了 其实这个游行 他们主要要传达的一个信息 就是各个族裔要联合起来 建立一个正义与和平的国家 不要你歧视我 我歧视你 互相不理解 生活着很困苦 对对都不容易 互相还总是看不上对方 那有什么好处 说到现在 我的感觉就是亚裔美国人也好 还是说各个族裔 只要你说是美国人或者你生活在美国 你要按美国的这种规则去运作 就美国人他有这种思维 就是谁先动手的 你先动手的 人家再动手的话 人怎么打你怎么试 就说我正当防卫 这个你就很难讲了 是吗 你首先不要给他这个口实 排华法案不有一句话说 这些人无法被同化 不可能完全享受美国精神带来的生活好处 他们不知道什么事 你说这句话他们说的偏激吗 有一部分并不偏激 就是说你要理解别人 别人才能理解你 你要自重别人才能尊重你 我自重了 我努力了 别人怎么瞧不起 那只能丢他自己脸 对吧 你白人那么懒 谁没抢你工作 是你自己懒的 但是你首先破坏了这个规则 错就在你 所以我们在一路看下来 就是说我们华裔好亚裔好 也不要再去区分什么 我是韩裔 我不是华人 我是日裔 我也不是华人 你以为在他们家里不一样吗 你看这一路走来 它全歧视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 我们都要团结起来 还有一个事我要说 就是911恐怖袭击之后 这些穆斯林 他们遭受的一系列 这些种种的事 跟现在我们这些亚裔遭受的 新冠之后的亚裔仇恨犯犯罪 是一模一样的 除了这件事 对待方式也都是一样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 一方面就是 我们要去争取自己的权益 你也得看到是怎么争的 就像现在说 因为有了这种新冠病毒 有仇视亚裔 或者把亚裔选票上来的 他这一会儿就能 意识到我应该去投票 要我说这个排华法案 始终围绕着这个中心 后面一系列的提示 或者什么 都全是全是因为 最开头的这些矛盾 你看到现在 历史发展的 现在这些矛盾 跑不出这个排华法案的范围 就是当时 这个排华法案 在讨论的过程中 非常复杂 反对排华法案的人 变博的也非常激烈 所以我们能想到 人家都变不出来了 但最后呢 这排华法案还是通过了 因为什么呢 你这个声音 数额不够 你投票的话 你票数也不够 站着白人的角度的这些人 他们作为大量的选票 大量的声音 他们就赞同主导地位了 所以我们到现在就说 我们一定要去 参征议政 用这种方式 来争取自己权利 你就能争取到 你要在游戏 规则这个范围内面 你要成为多数 你不是说 现在就能成为多数 你要逐渐成为 对 你才有发言权 你才有力量去压倒他们 我这个票数我够了 你们这就不行 对吧 你要去这种争取 而不是说毫不介意 跟我们无管 等你一定有关 你就知道了 我们说这个排华法案 还是说歧视压抑的 这些一系列 种种的这些条款 法令 它都是带有歧视性的 它是永远是错误的 但是在美国这个体系 它是民主和合法的 反而就是说 一种公平的态势 就是说 你说这这个排华法案不好 我说这排华法案好 咱是罗斯玛拉出来溜溜 咱们都来辩论看看 看赞成你的国 赞成我的多 对吧 所以说它这个过程 它是公平的 虽然这法案是错误的 你要让怎么去 加这个马呢 你要去参征议政 用这种方式 去为自己争取权利 永远要这样 但我还想说就是 大家为了自己的梦想 和这个国家 献出了一切 而正是因为 有了这些怀揣梦想的人 才有了今天的美国 那最后呢 我想念一段 马丁路德金 在黑人民权运动上的 一个演讲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要把这可耻的事情 公诸于众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来到国家的首都 为的就是兑现一张支票 我们合众国的缔造者 在弥写宪法 及独立宣言的辉煌篇章时 就签下了一张 每一个美国人 都能继承的期票 这张期票承诺 保证每个人 是的 不论白人还是黑人 都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今天 美国显然对他的有色公民 拖欠着这张期票 美国没有兑现这笔神圣的债务 而是开给黑人一张空投支票 一张盖有存款不足的 印出被退回的支票 但是 我们绝不相信 正义的银行会破产 我们绝不相信 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保护 会存款不足 因此 我们来兑现这张支票 这张支票将给予我们 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 我梦想有一天 这个国家将会奋起 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 我们认为 这些真理不正自明 人人生而平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